男人在山里采果子,砰的一声,他的尖叫声回荡全村,冲子听到连忙跑过去,原来这夹子是冲子为讨好对相放的,但没想到夹了人,这一下可惹了大事,男人被带了回去,哑巴妻子则在一旁看着,神情非常紧张,家门口围满了人全是来看热闹的,男人对着哑巴骂了两句,就将手里的斧子扔了过去,抽出了两下便没了动静,村里的老人看了看, 说他已经死了,哑巴把所有人赶了出去,几个男人紧急开会,商量着让冲子陪哑巴两万,冲子哪来这么多钱,只好先帮着把男人的后事办了,下葬这一天,棺材刚放下去,哑巴就哭了,旁边的人也忍不住落泪,谁知哑巴看了看身边的人竟偷偷地笑了起来,这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下葬后,村里人又坐在一起,由于冲子家里拿不出钱,哑巴又带着孩子,没有劳动能力,只好让冲子先帮忙照顾母子,负责他们的一日三餐,等筹到了钱,或者让哑巴满意,这事才算结束 冲子十分不满,但毕竟事情是自己犯下的,只好遵守 来到哑巴家,冲子发现,他们吃的馒头上爬满了虫,这哪是人吃的东西,他赶紧倒掉,又帮着劈柴 冲子跌眼看着也不是个办法,就让冲子去找之前谈好的对象,毕竟这夹子是对象给的,怎么说他也应该负点责 当冲子找到对象时,他却完全不承认,并且撇开两人的关系,这天哑巴来到丈夫坟前,录于村里的老人讨论着他的家事 原来他一家半年前才搬来,来到村里就住在冲子家的驴房,冲子好客给他家送来了煎饼,可哑巴一端回去就受到了丈夫的毒打 而他遭受家暴,也不是一两天的事了,而现在他男人死了,冲子也每天都来家里帮忙,一起吃饭干活 像一家人一样生活,哑巴呢,也不再像之前闷闷不乐,脸上开始挂满笑容 他来到玉米地,高耸的节感遮挡了哑巴的视野,听到旁边传来动静,周围好像有人 他看到了,是那种事情,但哑巴十分惊慌,似乎勾起了他不好的回忆 突然,冲子冒了出来,哑巴仿佛抓到一根稻草,他抱住了冲子,松了口气 晚上两人来戏班子看戏,往事再次涌上心头 哑巴小时候也和奶奶在看戏,人群之中和奶奶走散了 这时一双手过来,哑巴昏迷了,等他醒来已经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 当时他还是一个儿童,被卖到了现在这个家 常年累月的身心折磨,让原本正常的他丧失了语言能力 一天,冲子爹想让儿子去娶个傻女人,筹够两万就能解放了 冲子不愿意,在外面的哑巴全都听到了 回到家,哑巴拿出赔款承诺书,表示自己不要这些赔偿了,而要冲子娶他 父子两个非常惊讶,但倒也不反对,两人便畜生了 日子越过越长,两人的感情也越来越深厚,可好景不长 由于村长不在,好管闲事的光头称了霸王 他火急火燎来村里长辈家,原来警察听到风声,已经开始调查隔壁几个村了 由于哑巴男人的死,村里没上报 查到的话,瞒报可都是要遭牵连的 两人找到哑巴谈话,可哑巴不想理会两人,将其拒之门外 晚上冲子向哑巴表达了自己的心意 两人终于正式成婚 虽然没有大张旗鼓,但两人还是满足的 可这一天,两人回家时,门口聚满了人 原来警察调查到,哑巴男人是个杀人犯 而两人搬来时,也没有上户口,要将哑巴带回去审查 这一下村民开始赶哑巴走 而冲子想要他留下,提出自己去自首 冲子爹非常无奈,虽然自己孩子犯了错,有牢狱之灾 但冲子负责任的态度让他非常欣慰 村里长辈找到冲子爹,他们不同意冲子的决定 因为村里出杀人犯对发展不好,冲子爹却想为孩子做点什么 最后一晚,冲子提着丰盛的食物准备和哑巴吃最后的一顿饭 饭后,哑巴不想让他离开,关上了门,冲子也懂了 但第二天,两人醒来后遭了村里人的围追堵截 一边是在赶哑巴走,一边是阻止冲子去自首 两人好不容易睁开,冲子急了,拿起棍子一通乱打 就在这时,警笛声打乱了纠纷 最先下车的是村长,接着是冲子爹 光头有些惊讶,原来他们就怕今天这种情形连夜赶去镇上报了案 警察逮捕了冲子,哑巴很绝望 警察跟着冲子来到案发现场 可没想到的是,哑巴已经在此等候 手上拿着纸,写着人是我杀的四个大字 冲子看见跑过去,抢过纸就往嘴里塞 还不停地问哑巴你在干嘛 原来,他早就知道了一切 哑巴男人的死并非意外 他之前就看到了冲子在树林里布置夹子 便让丈夫去树林摘果子 而男人被夹住送回家时,并没有马上死亡 那晚哑巴赶走所有人后,男人又醒了过来 哑巴心一痕,捂死了男人 故事的最后,警察放走了冲子,带走了哑巴 村里的善恶也在这时落下了帷幕 喊山是一部现实题材的影视作品 无论是台词对话还是人物形象的塑造都朴实深刻 电影通过被拐妇女的视角 以一个谋杀亲夫的故事 展现出这个小村庄的落后和人情的冷暖 反抗带来的是牢狱之灾 而忍受则是一辈子的折磨 最经典的就是牢狱在丧夫后微妙的情感变化 站在悬崖边激烈地表达情绪 把自由昭告天下 这也是片名中汉字的精髓 底层人民无声的反抗 所以,不说话的她,甚至她们 究竟能依靠谁来帮她发声? 感谢收看本期视频,我是小薇 喜欢的话别忘了点赞转发来支持我的创作 感谢您的收看,咱们下次见